圣经加油赞 赞就是赞就是赞 很高兴早晨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 愿神的话成为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帮助 好我们今天的进度是 《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五章 我选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火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紧醒紧守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紧守 把性无恨爱当作护心尽遮胸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 我会这段经文下的主题叫做 保守思想保守心 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 保罗继续的鼓励 提撒罗尼加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 除了继续持守 他们已经持守的继续努力 并勉励他们要在盼望当中 等候主再来的日子 而在第五节 保罗他提到光明之子 和属乎黑夜的 很明显的认识神的我们 是光明之子 光明和黑暗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看得清楚和看不清楚 基督徒对未来的末日 因为有圣经清楚明白的记载 所以我们好像格外的知道 神对这整个世界的计划 我们知道主会再来 我们也知道将来必有审判 而世人好像只是知道说 可能有世界末日哦 那之后如何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既然知道末日的结局 就更要警醒 谨守 像第八节所说的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境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护心境是保守我们的心 对神有信心 对人有爱心 头盔是保护我们的思想意念 不跟着世界同流合污 我们既然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怎能和那些看不清楚的人 追求一样的事呢 世人追求的是今生的名利地位 是会朽坏的 我们要追求的乃是得救中的盼望 是在勇士当中不会朽坏的 我们既然已经得救 就该把心思意念都放在 使人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 只要我们所爱的人 也能活在光明当中 成为光明之子 好 我们用五个提问来思想这段经文 第一个 有什么诫命呢 光明之子就应当有光明之子的思想 行为意念 第二个 有什么要避免的罪 我们得着光明之子的位分 却人和世界同流合污 追求世界所追逐的 仿佛看不见的黑暗之子 这就是我们要避免的 好 第三个 有什么应许 神的计划是要预定我们 人人都能够得救 人人都要成为光明之子 第四个 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可应用的呢 看得见的人 就要扶持看不见的人 不是只是自觉高人一等 而且要 而是要殷勤的传福音 教他们晓得明白神的计划 不再浑浑噩噩的度日 第五个 对于神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我的神是乐意我明白 祂旨意的神 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美好的拣选 让我因着认识你 认识耶稣 我成为光明之子 我对未来充满了盼望 知道你的计划充满美好 主啊你也帮助孩子 在传福音的路上的时候 时时的谨守 警醒 知道好多人都还在黑暗当中 他们看不见 他们心里害怕 主啊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节心尽力的 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 让他们也知晓 你那美好的计划 他们的人生 也要成为光明 他们要成为 能够看清 神计划旨意的光明之子 谢谢主 随听孩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